我問你們什麼叫不相干的人 什麼叫不相干的人 我如果在街上 就是如果我在街上見到有犯罪證據 就是見到有人親手殺了另外一個人 就是如果我見到有人親手殺了另外一個人 我是不是有義務去報警 不可以見死不救的 不要跟我說什麼大量不大量 我明明見到有人有妖眼的 變了妖眼的 他本身已經是之前那個人已經死了 可能被他們殺了 然後取代了 這麼大件事 這麼重的罪行 你不讓我揭發不止 還要說因為我在誤導別人說 說我有心誤導別人 然後又說想騙取like那些 現在有誰like我的東西 我說喂 你這樣是宗教歧視 不單止是宗教歧視 還有說真的那句 那張照片 是人都知道有警棍 對不對 所以那個人才這麼害怕 才消失了這麼久 我說什麼不相關的人 是不是 如果我在這裡見到有人被人砍死了 是不是 我是有義務去打狗狗狗的 是不是 這個是我的義務 什麼大量不大量 就是真的見到有人被人殺了 那我就算是見不到人 就是見不到有人 就是見不到有人 見不到有人被人殺了 如果我見到有個死人在這裡 如果我見到有個死人在這裡 那我是不是要報警 然後說有個死人在這裡 有條絲在這裡 是不是 查一下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是有理 我是有理 我是據你力爭 是嗎 咦 什麼事啊 怎麼這麼賣我身 什麼事啊 你飛鵝 不知道有什麼想傳答給我聽 你真的是 因為以前 嗯 中國傳說有魂就是說 中國傳說 嗯 飛鵝可能是 小了小的 遲了小的祖先 之靈 化成 飛鵝 這樣 但是其實我也不明白 既然它是 既然它都變了靈 怎麼又可以 既然已經變了靈體 怎麼可以化成昆蟲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 這個就是我媽 告訴我 一種 中國的傳說 嗯 但我覺得這樣是 這樣 其實這樣 老實說 其實真的是 真是 真是宗教歧視來的 老實說 你們問我 你跟誰說話 我跟誰說話 我跟宇宙說話 我跟神靈說話 我跟諸神說話 我跟大自然說話 空氣都有靈 水都有靈 為什麼不行 你這樣歧視我 是不是 你是不是歧視我的宗教 你是歧視我原始宗教 你是歧視我 還是歧視我 新世紀新時代宗教 新世紀新時代 就算是新的 你都要尊重 你知道嗎 你要尊重新年代人 你不可以說 他是新年代人 所以我不尊重你的宗教 我告訴你 我故意誤導別人 然後刪除你的東西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警告你 我會投訴 投訴上Facebook 我問為什麼 是不是 我已經 我已經截圖了 我說 你玩完 你打一招 來妨礙我 我也不是要騙like 有誰like我的東西 根本是他不對 什麼重複的內容 哇 喂 內容重複有什麼 這麼奇怪 例如我練功這樣 我用show給你們看 就是日日 就是我日日 用心地練功 告訴你們 我這個叫做決心 堅毅 是吧 discipline 就是要重複的 你想怎樣 是不是 每天都這樣健行 我就告訴你 你自己健行是這樣的 每天都堅持這樣做 讀書也是這樣的 讀經那些 讀經也是要重複的 千次法句經 是吧 那些佛教徒 天主教徒 不斷狂重複 什麼 主土文 天主經 是吧 為什麼不行 憑什麼不行 你這樣就是怎樣 你這樣就是歧視我們的宗教 不讓我們重複 是吧 少林功夫那些 你猜一次過就練成了嗎 這樣就誤導人家 是誤導人家 是誤導人家的 無緣無緣無緣一次過 他真的突然看到.. 一人是這老天是練成了 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怎麼練的 他突然之間就會有 然後他就不會再渡 就不會再表演 知不知道 一次而已 啊 他突然導致了二子弦 出來 他之前要怎樣練 沒有的 Syn空 是吧 不知道 Rider 不知道哪一個 齊天大勝 孫悟空 找一個身 立刻就能夠二子弦 就是這樣 就有二子弦 这样还误导呢 我现在展示给你们看 我日日练 你真是反过来 我现在教你们 什么叫自律 什么叫纪律 你们是不是要阻挤我 你们阻挤我就转台 还凭什么说要罚我 我对得起天地良心 不是故意误导人 你们为我讨回公道 谁站在我这边 为我讨回公道 这个是宗教歧视 不单止宗教歧视 武术这家事 少林子的武术 都和佛教扯上关系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根本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unethical and unfair 真的 我要投诉 我要上诉